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科技产业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挪威水利公司警告称 中国电动汽车的洪水威胁到欧洲的旅需求 印度的影响者 以色列的长期战争 亚洲简报星期日版 中国设计的太阳能电池有望改变可再生能源 请大家收看 挪威水利公司警告称 中国电动汽车的洪水威胁到欧洲的旅需求 金融时报 挪威海德罗公司North Hydro是一家重要的欧洲旅生产商 该公司警告称 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口增加 可能对该地区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 挪威海德罗公司首席执行官谢尔德·梅雷特 阿斯海姆·Hilda Marie Osheim表示 该公司正在密切关注这一风险 这种担忧源于如果欧洲汽车制造商 被中国进口产品所超越 对铝的需求可能会减少 铝在电动汽车中用于电池包鞘和其他零部件 2022年在欧洲生产的平均电动汽车 含有283公斤的铝 而燃油发动机只有169公斤 欧盟已经宣布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 进行反补贴调查以解决这个问题 印度的影响者 以色列的长期战争 亚洲简报星期日版 彭博社 本文概述了世界各地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 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央行会议、印度股市监管机构 与未注册顾问之间的斗争 印度的精英英国学校试图吸引富裕家长 中国恒大在香港的听证会 澳大利亚和欧盟的自由贸易谈判 以及即将发布的经济数据 文章还提到了美国季度财报 对全球投资情绪的影响 西澳大利亚州皮尔巴拉地区命运的潜在变化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考虑 以及南非在橄榄球世界杯中的胜利 中国设计的太阳能电池有望改变可再生能源 南华早报 中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其转换效率为25.6% 在65摄氏度下运行1200小时后 保持90%的初始效率 香港城市大学的团队 在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中表示 他们使用了三维结构的自组装单分子层 SAM界面层 将其锚定在稳定的氧化镍膜上 以提高电池的寿命性能和能量转换能力 研究人员表示 这项技术具有显著的商业化潜力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你们熟悉的六博士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几个有趣的新闻故事 首先 挪威水利公司警告称 中国电动汽车的洪水 威胁到欧洲的旅需求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因为电动汽车的需求正不断增长 而铝是电动汽车中重要的材料之一 欧洲的铝生产商开始担心 如果中国的电动汽车进口增加 欧洲的需求可能会减少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也引发了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的计划 接下来是印度的影响者 以色列的长期战争 这篇文章概述了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 其中包括央行会议 股市监管机构与未注册顾问之间的斗争 经营英国学校试图吸引富裕家长 中国恒大在香港的听证会等等 这些事件都对各国的经济和政治产生了影响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各国之间的关系和竞争 最后是中国设计的太阳能电池有望改变可再生能源 中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高效率的太阳能电池 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这种太阳能电池不仅转换效率高达25.6% 而且在高温条件下依然保持了90%的初始效率 这项技术具有显著的商业化潜力 可以改变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故事都展示了不同领域的创新和竞争 我们可以看到新兴技术如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 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和能源系统 同时各国之间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剧 这些新闻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我们可以思考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新技术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和可能性 好了 现在是时候听听你们的想法了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的吗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eat.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